4月7号,美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美舰此举向台独传递错误信号 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,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战区部队将严密防范警戒 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 忠实履行担负的职责使命